我将功法注入三位前辈的神神内 前辈们慢慢参无王 林小有大恩 无等莫屈难忘 三位前辈不必客气 其实晚辈还有一事 想请诸位帮忙 林小有尽管说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无等肯定全力以赴 是啊 有什么事都包在我们身上了 是这样的 我离开这里后 请前辈们放出消息 就说我杀了赢家两名人亡 赢家若想报仇 让他们去天堂山脉找我 我和赢家已然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干脆将他们一起引上门 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了 林小有 万万不可啊 我们虽然知道你厉害 但赢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呀 传为赢家 有好几名万步人皇 我以这些人出手 那你就危险了 前辈们放心 如今我的实力足以镇压半步人皇 他们若是敢来 我就让他们有来无苦力 什么 这武器室 竟然已经无限接近于人皇境了 原来云小有 隐藏如此之身 看来是我们多虑了 云小有放心 我们定会为你将消息放出去的 呼唤三位前辈 晚辈先告辞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云小有已经远远超过五等了 我有预感 银家这次出事 怕是要跌个大跟头 当初选择和云小有交好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呀 云州这么多人亡 转瞬之间 仅我们几个 与云小有交好的还活着 真是万幸啊 算算时间 云州仅剩的三大人亡 应该已经被收服了 此事传回族内 我的声望 又能更上一层楼了 公子太厉害了 事实都能运出围观 鲁家真的好仰慕呢 本公子还有更厉害的 晚上让你好好看看 少族长 不 不好了 大呼小叫什么 有事快说 少族长 云族传出消息 银十五和银十六两位大人 都 都死了 你说什么 净凭云人王那几个垃圾货子 怎么可能杀死我云家人王 不是他们杀的 是 是云星炎杀的 星炎 又是这个混蛋 杀我银家两大人王 还敢如此嚣张 我看你是在找死 马上传续回本家 让六位长老前往天堂山脉 与我会合 这次 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是 开死 追到这里以后 那把神剑的气息就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那把神剑的气息又出现了 而且正在迅速靠近 与其同行的 还有一个半步人王 难道是神剑的主人 不管是谁 无法阻我 这次 我绝对会将神剑收入能中 龙苏听到消息后 肯定不会贸然且慢 至少会带上一个半步人王 甚至更多 这一票不出意外的话 能赚不少魔主 届时助我突破人王境 应该不成问题 站住 你是谁 人王剑 不对 这只是人王的一道分身 独乃影族人王 小子 将你身上的神剑交出来吧 神剑 原来是冲着我的斩天剑来的 我的东西 凭什么给你